今天果不然 我带了我的新衣物到现场来 也就是我女儿陈玄 站起来 帮我谢谢评审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我是龙少华的女儿 你是她的新衣女 有点讽刺 以前我不是很喜欢跟爸爸的身份 绑在一起 但现在我不介意了 但同时也很遗憾 让大家用这样的方式 来认识我 关注我 在过世前一天 爸爸身体也不太舒服 哥哥打电话要他去看医生 他明明那几天就要回台北了 这一次 他跟哥哥说 哥哥 那我就不回去了 好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你就不要挂心 你就不要挂心 好好走 慢慢走 我们都会照顾满妈 我也有好好的被爱着哦 所以就算只有一点点的影响力也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身边所爱的人 珍惜当下听起来很乏味 但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更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因为我才正准备要开始好好爱他 就来不及了 爸 如果你想吃多粒多姿 凡是你那边麻将需要处置的话 你回来跟我们说 一定把你处理好 我爱你 你是我们的光 我会很想你 我想问两位专家 因为像北方说 正在面临这种生与死别的痛苦 那种是很难走出来 真的是除了时间以外 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 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其实如果说会找人倾诉 或者是自己会哭泣 这种人我们不太担心 比较担心的是压抑型的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很难过 可是他哭哭不出来 这种呢 我们就会建议他用另外一种媒介 例如说他可以听歌 比如说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喝一杯红酒 然后播爸爸妈妈生前喜欢听的歌 那或者是说去看一些电影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同理心 就是从别人的情绪当中 我们有时候可以引发自己 比较深层的情绪 那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对压抑型的人会比较有效 悲伤的情绪 如果我们放大来看 也只有动物界里面的高等动物 鼓舞类动物才会有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 然后它有一定的循环 就像四季有春夏秋冬 你不可能春天一下到冬天 你一定要经过那个过程 才能康复才能自能调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过程 不能治疗 那可能就要治疗 找一些媒介来帮助你 不能治疗就要找治疗 对 这是很重要 小陈瓜也看过很多生理史别 对 给点建议大家 我给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 其实我看过非常多商家的上亲反应 然后其实我往往发现说 有两大的极端就是 有一类的家庭 亲人过世他固然会难过 可是因为发现说 没有太多的悲伤在他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遗憾 因为他想说的 该道歉的 该表达感谢的 在他身前的该做我都做了 所以他亲人走 我会不舍 可是我没有太多那种悲伤的情绪 悲伤其实往往都来自于 当初该说的道歉 该说的感谢都没有好好说 所以有件事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了 就是时常跟家人表达 道歉 道爱 道歉 关心 关心 对 就是能够邻居彼此 不要等到说走了 然后再来 因为很多时候 然后很感慨的就是 当我们告别是 就是要进入尾声的时候 那个司仪都会在棺木边讲说 来 现在是我们最后跟家人说话 说说话的时间 有什么想要说的 在这个时候可以跟家人讲 这个时候家属才甘愿跪下来 大哭说 爸 对不起 妈 我好爱你 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跟你说出这些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些事情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做吗 不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做 那这是我想要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在能说的时候好好说出来 那第二个遗憾 谁没有遗憾 每个人人生一定都会有遗憾 但是我觉得遗憾 其实也是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礼物 因为它一定会让我们学会些什么 我举个例子来讲 前几年这个父亲空难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 那时候飞机掉下来 我去现场去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在这个遗体当中找到了一具 他非常年轻 我翻到他的身份证的时候 他跟我是同年 同月 还记得飞机失事发生的当下 那时候中午11点多 我还在跟朋友在那边玩 吃个面 在那边聊天 接到电话我就马上去处理 而当我那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跟我一样的时候 我是一个多大的震撼 因为在那个时刻 可能我还在跟朋友在玩的同时 他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消失了 那特别是像我们这几年 有时候会碰到有些家属 都是会在死亡上面遇到很大的遗憾 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我有一个客户 他去上班 他是一个女孩子 早上睡过头了 然后急着要去出门上班了 那妈妈总是关心小孩子 就看怕他着凉 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 这个外面天气人啊 披一件外套再出去吧 那因为他已经迟到了 他心里很着急 然后他就有点不耐烦 跟他妈妈讲说 好啦好啦 我知道了 很不耐烦 口气非常差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下午 他妈妈发生心肌梗塞 走了 仪式过程也许很圆满 他们能做的 他们也都尽量做了 但是那个是他一辈子 永远的遗憾 他就说 我没有办法用任何事情去弥补 我当时我跟我妈妈说的那一句 好啦好啦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遇到那么多的死亡 其实相对性 它也代表着很多家庭的遗憾 所以这个也都 让我们作为一种借劲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样去更丰富 自己的生活之外 要好好的跟身边 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如何好好的去相处 珍惜那个时光 应该是说 爸爸在殡仪馆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疑似 说要扣系父母人 然后 在扣系父母人的过程当中 我当着爸爸的面说 爸我知道你这辈子是最 不怕任何事情的 无所畏惧的一个人 我会学着你 有精神 对 勇敢地接受 无论好的坏的 我拥抱他 接受他 我会跟你一样 学着朝你的方向去走 当然我不可能像你一样满分 但是给我一点时间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好好的 但是要给我时间 所以其实如果父亲给我们的爱够的时候 是可以撑住我们的 有时候不是爸爸给我们的爱够 爸爸给我们的爱是有分寸的 让我们有力量去支撑 因为有时候那些爱是让你无能的 这个爸爸是给你一些 你说他严厉嘛 那就是一个标准 就是不用过度溺爱你的标准 对 让你有些事情要自己来的标准 所以我们家的人都很独立 为什么我要给机会呢 是因为我看了你这篇文字 我觉得没有经过这两个 这么冲击这么大的事情 你这些文字 这些思考是不会 不会呈现出来的 那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 当作一个基础 一个机会 就是你知道 我每天都会帮人家回信 我觉得你已经有功力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是 你可以无尽而无尽地 把这个爸爸的精神再传承下去 再帮助更多人 然后我觉得 就是这件事真的值得做 不管你这个写这篇文章 有多困难 但是要持续写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 在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打击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设想 这个打击有意义 我才能够过去 我才能够走下去 所以也就是说 你刚刚讲的 因为他可以写这样的文字 他才可以真正跟 丧青之痛的人说 我跟你感同身受 然后 这就是儿子要给他的 骤然的离世 所要给他留下来的一个 意义吗 如果我没有帮他找一个意义 他不就是白白的 这样子死掉了吗 应该是说 这个意义很巧妙的 可能对别人来讲 这个意义可能是说 你给我一个压力 让我扛了有这个 就扛过这个精力 只是有精力而已 它不一定化为一种能力 它现在已经化为一种 智慧的能力了 这个不是一个 把伤痛掩埋掉而已 就是可以从这个伤痛里面 打开一种意义 就是从这里的痛苦里面 找到一个价值 就是我经历这个事情 到底我可以有什么收获 你把这个收获转移成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 就是他突然在你的生命中 有一个创造的能力 就像儿子告别式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文 是 我说你老妈 我办了那么多场的活动 我从来没有帮人家办过告别式 人生中的这一场告别式 是有我为你操办的 你在考验我吗 你一直都告诉别人 你妈妈很强大 我就给你强大 哥哥你要的告别是 妈妈给你 但是你要记得 你没有钱我了 我们从这就打拼了 你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说 孩子是来还债的 因为老师曾经算了 一直告诉我说 他是来报恩的 说这个老师 有一个老师 他说你儿子是来报恩的 那仔细回想 他真的是来报恩的 是一个很可爱的 乖巧的小孩 说乖巧没有 当然他也有潘丽琪 但是他很贴心 他是一个很贴心 很善良的一个孩子 那 像有时候不舒服 他就会买按摩椅给我 对 但是 我知道我以后看不到他 见不到他 昨天我也去跟哥哥讲 你房间是我帮你整理的 他我也 妈妈也在来帮你整理 但是我不难过 因为至少 我还有机会帮你整理 再整一块 我想 永琪的这种坚强 跟我们有时候看到 我们会担心 有些人说故作坚强 然后不去看到那个疼痛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深度 我觉得这一点是 会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跟鼓舞 马大哥 在你心目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他是严厉的一个父亲 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父亲 他是一个 是非公道分明的人 对就是对 错就错 即使你是他女儿 他孙子 错了就该处罚 所以 爸爸在我心目中 我说过一句话 天底下我没有叛过任何一个人 我最怕我爸爸 因为他是没有灰色地带的 你跟他解释 没有 马大哥给我们的感觉也是 也是这样 你对就对嘛 错你就得承认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 所以爸爸对于我来讲 他 他是一个严父 可是在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他变成师父 因为 他越来越温柔 你有感觉吗 对 他会私底下问我 身体状况 也会问我们 小朋友好不好 乖不乖 然后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儿子跟他最后一次的对话 然后是在二月份 我们回家过年 他就说 我跟你说 你妈 跟你说 你母亲生的时候很调皮 但是你要友好 你要友好 做人不能骗 不能怪 不能骗 他就念了他那一套 然后 我儿子就三条线给我说 阿公好会念 他就这样子 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对话 当我那一天 接连这样子的离开 对我来讲 我那一天 不是失控 而是脑海除了自责 就会联想到 爸爸所有状况 跟儿子是一样的 爸爸你走得这么的潇洒 儿子你也走得潇洒 什么话都没有给我 我说 爸 对不起 是我没有超过好你的大孙子 让你担心 因为他是知道以后入院的嘛 所以我自责 对不起 让你担心 是我没有超过好他 没定名好他 其实要注意 其实爸爸不会这么想 因为有点年纪的人 就知道人生的命运 不是我们掌控 不是一个自私化的一个表格 所以呢 就是你看你刚刚 你刚刚谈到你爸爸的一些 就是生活上的摆斥的事情 你就很开心啊 对 然后爸爸在跟你儿子 唠叨叨的时候 你在形容这一段 你也很开心啊 所以不见得是 所有的回忆都要往很悲伤的方向走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爸爸 我一听到这个事情 我虽然身体很虚弱 但是我一听到你这个事情 你又给我灌注一个生命力去关心人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来讲 是全家人变聚在一起的 我反而觉得 就是说如果我是马荣大哥 我反而要撑住 因为我的女儿这时候 需要我的支持 这反而是 不能这样想 你看你 你还有一个女儿 对不对 你也会希望她不要自责嘛 如果你看她现在 你看她已经往自责方向去想了嘛 你是不是也会很担心 对 对不对 但是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知道当时 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 嗯 呃 勇琪在一个月之内 失去儿子 失去父亲 其实 因为她都在忙着要处理事情 嗯 所以她真正的 要面对自己的失落的那一天 其实还没有到 嗯 所以 她在脸书上写这一段 我觉得 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 是不能够明白 她的心情 她说 人生太短 但不要明白的太晚 有些悲伤 只能靠自己疗愈 这难熬的日子里 一点一点的想通 能把你治疗好的 从来都不是时间 而是明白 终于会明白 生命里头的课题 人生八大苦 是人生的常态 无论拥有一或失去 都要学会勇敢接受 所有的结局 思念就像一把刀 爸爸 这个时间点 你在另外一个时空 睡觉了吗 还是在下棋看球赛呢 儿子啊 你呢 妈妈烧了好多3C产品给你 你是在自拍呢 还是在玩游戏 有没有好好的陪伴外公呢 有过痛苦才能看见痛苦 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 有过牵挂才能了无牵挂 爸爸 儿子 我们都挺好 别挂你了 他在自救了 他用这些语言来想办法撑住他自己 就是你找到一个关心别人的方式 一个角度 你才可以写出这个文字 嗯